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就是要远离一些欲望 他还提到的说 面对修行如一人与万人作战一样 好几种情况 要么退道 还没战就先投降 要么半路而退 半路而退 要么战死沙场 要么就怎么样 开学而归 讲白的一段 不是输就是赢 到底你是怎么赢 怎么输 输的情况不同 绝对取决于哪里 态度 有些还没有战 还没有开始 还没有开始进行用功 就有些什么 先觉得说我恐怕不行 我恐怕会碰到什么障碍 我会碰到什么障碍 我会怎么样的 我们会有一些假设性的问题 那假设性的问题 一出现的时候 我们是否也给自己一个假设性的答案 这就是什么 妄想 基本上就是妄想 可是有人会觉得 这个都会碰到 可是 这就是一个 循者应有的修行改定 如一人与万人战 你想一想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一个人跟一万个人 不要说一万个人 一个人在门口跟你叫嚣 再跟你 跟你这个嗆毒 你就皮皮抓 我要不要出去等一下变重 还是我要出去跟他理论一下 那时候 你整个的反应又是怎么一回事 就等于我们在承担责任一样 比如说小学生 我们在佛学院在读书的时候 我们写个文章 文章 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 都尽量把最好的把它表达出来 好不容易你的文章被老师给欣赏 老师说 那你上台报号 比比招 尽量把他表现最好 可是你表现得最好 被肯定了之后 他希望你分享你所写的内容 你又害怕 我不敢上台 我怕讲不好 可是你写的是最好的文章 可是要你上台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怕呢 一直在整个的生活上 一直充满一些所谓的矛盾 所谓的矛盾 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这我们大概可以去了解一下 这就是我们在面对的种种的进阶的时候 的那个 那个念 正念 那个念力 你的念力到底给了你什么样的答案 往往这个念力 是给了我们这个成功与火调一个蛮重要的关键 蛮重要的关键 那举例 写文章的时候都尽量写最好的 自己内心的话把它表达好 就是希望受肯定 受赞叹受鼓励 那文章写得好 被账叹被鼓励的时候呢 好不容易老师发表 哎 某某人写得好 我们请他呢 来这个 这个 上台来 我报告一下他的一个心得 嗯 我变成了 演讲比赛 又怕 只是希望他把他所学的 这个与大众分享 可是又不敢 这就是一种心理上的一个 一个历练的过程 一个历练的过程 那学生就这样 那你学有所成 比如说你 博学院啊 研究所啊 或者你大学毕业啊 博士毕业啊 那你提个文章 讲个课 或者你这个已经受 比如说 比丘界啊 五年啊 十年啊 那你跟一个信众讲个开示 会不会呢 这都是一个 你直接 针对我们生活上的 修行的问题的一个 就讨厌 那面对整个的烦恼经济的时候 什么样的力量 才能够足以让我们成功 就是得恨 那什么是得恨 得恨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 我们所讨厌 那个人这个修行不错 那个得恨 其实他的得恨是什么 所谓得恨 代表是什么 得恨就是一个人的身上 你看不到他的 这个烦恼在他身上 起不了什么样的作用 那就是得恨 所以得恨是什么 是来自于他面对烦恼的时候 是如何提起跟放弃 那才是得恨 奇怪 这件事情照理讲 你应该要 应该要 要火爆三藏才对啊 应该照理讲 就这个事情 应该会 会让你起 怎样的重大变化才对啊 又没有 就如同世主 为什么我们称他万德庄严 他面临了多少的 修行考验 可是他第一过关 他有没有考虑过关之后 而觉得说 谁对不起他 没有 他反而一一境界 借为他的善知识 所以他称为什么 命真上原 甚至顺真上原 于顺利当中 顺利是来自于我们 我们给他的一个分别判断 假明施舍 譬如说 我们十二一年当中 不是有所谓的无名原形 对不对 无名形式 无名设定路处 说爱居留 这样我们称为什么 流转 对吧 当这个所谓的 这个 爱断 则受断 受断 则处断 对不对 我们称为什么 环灭 请问 无名形式 就真的是 流转门吗 就真的 真的 真的不在乎有所谓的环灭吗 对不对 无名 十四 这样叫做顺 流转 这样叫做环灭 这只是让我们 方便分别方便而了解 原来这样 顺着这个 顺着无名形式的一个思维 就是所谓的什么 流转 就是生生灭 流转 当我们在认为是流转的当下 难道就没有还灭吗 其实基本上那是 为什么 只是说 这个在解释上 在文字上的叙述 我们比较常接触的是这样 那其实是什么 无名形式的名色 这一路处说 爱取有生老死 这是这英文 方便让我们 原来 顺着这个英文 你就是说 流转于生死 流转于生死 那还灭是什么 是回到原来的 本来的一个样子 那 种种的一切法 都是让我们 都会对峙我们的一切的烦恼 不讲的回事实 好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说 在四十二章经里面 至尊唐道 让我们说 去诗 修行如意的彼冠灵灾 因为我们五十节来的烦恼太多了 这个烦恼习气 还不自知的 不自知的 都在我们身边 很自然的就流露出那种习气 当你自己在烦恼的时候 你还觉得你烦恼的刚刚好 你觉得你生气 在起无名的时候 起得好像刚刚好 嘟嘟喝 为什么 这就是所谓的 这就是道理 可是你所谓的那个道理 是顺理世间的生死 这真的是真理 有时候我们觉得我生气得很 很嘟嘟喝 因为这样我不生气 我就才奇怪的感觉 可是就佛法的修行角度 只要你有气 你有怒 你有撑怒 你有无名 一切结为罪过 纵然你生气的是有理由 也是过失 佛法就是一拍两瞪眼的事情 这个修行就是这样 你觉得说你 你这个起无名了 因为我被欺负了 我莫名其妙的 我们就被侮辱了 被欺负了 被欺负了 譬如说决理这样 这个在戒律里面 这么一个因缘 所谓的是受 我们常在取决于受 受来自于你的心处 譬如说 有人看你不顺眼 我后来就跟你讲个几句话 他就打你 就打你 别说你 你莫名其妙被打 你有那种 你只要一生气 你为什么打我 你有受 你感受到我被打而生气 只要有受 就有过失了 就有这种情况 我命其妙被打 我顶他几句话 有错吗 错 虽然不是根本罪 但是有过失 听懂意思吧 有过失 包括 包括名界 包括名界 比如说女众 女众被 被所谓现在 我们的名字叫做性骚了 比如说 比如说 你被性骚了 你不可一处 就不犯罪 假如你取可一受 就为犯罪 就为有犯过之 何况是 打都 都有这种情况 可是 不是无辜的 过程是无辜 可是你的意念 取足以热受 取决于对立 愤怒 皆有过失 所以 为什么 这个烦恼的 这种事情 要远离 真的要很足够的 大 勇猛精进心 所以 有时候 往往我们在思维 佛法的这种 种行力道的时候 真的 会非常感恩 世尊给予我们的自由 有时候我们觉得 顺利世间五十 应该是怎么样才对 我要不要得罪他 我也不认识他 为什么要打我 众多英雄 我们不自知 就像 目见连尊者 他从这个山底下 这样走过去 你哪知道 石头会掉下来 没有佛说 我们知道石头会掉下来 就因为他过去一生 曾经伤害过一堆蚂蚁 而且是恶心伤害的时候 而且是恶心伤害的时候 就是这种 火爆完之后 他纵有神通 也抵挡不了那个 地人 他可以掐指一算算 就说我走过去 石头会掉下来 可是他也必须要 走过去让他打 所以当你这些境界现前的时候 有时候境界现前不是说 你逃得开就叫做有修行 而是境界现前你可以怎么样 顺利因缘 而心不然中才真修行 这就是说道的 应有的那种所谓的刀锋 那种身格 那在家中是应有的那种所谓的 所谓人格的养成 气度 信量 像有时候我们居士啊 发心到僧窿里面当义工啊 做菩萨 当义工菩萨啊 对吧 出钱出力的 做愿多 被指责的更多 那都都好 你说我这么发心 为什么他还没有战案就算了 还要多念我几句 当然我们一定要鼓励人家多战案 可是你难免在一个境界历练过程中 就难免会有一两位 会怎么样 会对你起无名 何以工 你必须了解 他对你起无名也起得刚刚好 若没有他的无名来检验你 你怎么知道你所说所做 是真心的呢 有时候我们应该会觉得说 我这么用真心的付出 应该所接受到的回报 也应该是怎么样 全面性的震撼 没有 世间本是不愿 你看 世尊 弘法立身 真正震撼 真正接受而震撼的人 只有三分之一 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在毁谈他 不断的跟他对立 你看经典你们常看到 婆罗门半年的 怎么样的角色去毁谤他 甚至混入生团 混入生团去破坏他 为什么 我就看你吃食物不开心 简单讲就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我本来就有一个婆罗门教 这么好的 你就搞一个佛教 让我的信徒都没了 他气不气 当然气 所以他就怎么办 半年好多人都进去 要破坏佛 结果佛都怎么办 接受他 为什么 因为佛很清楚 你只要入佛门 我就要度你 一切众生接回他的地址 我不是说你根本不投派的 你不是佛教的 你是婆罗门 你不准入我大门 佛都关灵 开大门 关灵光灵 结果你入门 结为他的什么 地址 直到他要入虐盘还是这样 结果你看 到最后佛头要入虐盘 是谁举佛 把佛的这个射身 给烧掉了 是佛门 所以我们去了解一下 有时候 我们在 佛法的一个 修行的一个思维的时候 很多事情 我们觉得应该是 应该要顺怎么样的因缘 应该是怎么样才对的 我们不见得是对的 但是这 我们又要如何的去知道 我应该怎么做才好 我想最根本的还是来自怎么样 我们的道心的功夫 所以我们上一堂课 谈到了佛头说修行的 一人旅万人战 那接下来是要告诉我们 怎么去做好 一人旅万人战的准备 他先给你一个假设性的 一个人跟一万个人要打仗的时候 那你要做什么的准备 接下来是要谈你的心态 应该是做什么的准备 纵然你战死沙场 你也觉得光荣 真正离凯旋而归 你会觉得这种凯旋而归 一切对来自怎么样 你的德恨成就 但是你绝对不会有所有的 还没有战就退了 甚至怎么样 半路而退了 像很多出交半路还俗的 也有啊 在交的也有啊 等待当志工 好好的结果被 搬这个石头也不对 花瓶摆正也被骂 这怎么说人家就 对他不顺眼 就起烦恼了 那我不当佛教徒了 没有啊 他有没有 那接下来开始要跟我们谈的说 我们面对烦恼的时候 应该保持怎么样的态度 这个态度呢就是什么 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 要历练 要成就 这个绝对听过以后 当下会知道 可是呢 境界来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 那才是真功夫 那个就是所有的德恨 德恨就是烦恼起现行的时候 你很容易知道这是烦恼 可是我不会烦恼给左右 那就是德恨 德恨是来自于 要有烦恼的时候 有一些种种的状况 现行的时候 你可以这么样的 顺利的 信念化成金 是两波千金的那种功夫 所以一人与万人战怎么办呢 一人就好比我们今生 今生今世 我们要面对的是无量节的多生多世 但是 说一人与万人战 那算是便宜了 我们一人与万人 我们一生与多生多节 那多长久的时间 不等事 可是今生可以成就 就成就 今生不能成就 到底如何如何 那答案会给的 那个答案在哪里 在你自己的心态 你现在有没有烦恼 大概不用问别人 就先问自己 有没有烦恼 或者你有烦恼 人家在怎么样 哇 你想得很好的 我也想做我烦恼 不是人家跟你说 哇 你修得好好啊 哇 你怎么样柔软啊 你怎么样有智慧啊 他在怎么赞叹你 在如何的完美 但是你内心很清楚 你完不完美 这就是境界 这就是得恨 不会应该说 别人给你的赞叹的多么好 而你的境界 就会随别人的赞叹 而给你的 那肯定没有 明眼精神 这是接下来要谈的 心态 谈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 下一章节 看到第几页 一百几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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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零八 一百零七 我们讲过了 一百零八 那师尊讲完了 一人与万人战之后 当时有一位沙阿门 叫做二十亿尔 这是在比丘 这个阿罕经理没有提到 这一个叫二十亿尔 他很有钱 他家很有钱 可是他去出家 二十亿 有这位比丘 二十亿尔比丘 他是因为比丘的名字 为什么称二十亿尔 他家就是很有钱 出家 出家的时候很精进用工办到 他当时呢 这个宋 这个 我都这么努力这么用工 可是我烦恼还在 傲闹 我们的话叫做傲闹 我就哭出这么多 我就这么冷静 为何我的烦恼依然一点也没有减少 他算是有智慧的才会这样去思维 可是他思维他不是只是闷在心里 他会去问佛 很轻的说我想退了 为什么 我这么认真都没办法成就 我干脆退了 其实我们在道场也常碰到这一类型的 我这么精进 还是被邪东邪西的 可是你到底真的精进吗 你精进方法要对 所以二十亿尔比丘来 当时他很精进用工 把自己绷得很精 要求得很廉贵 要求得很完美 就好比有些人 还能有洁癖的 干净你爱干净好 可是你过度就成为洁癖 反而让人家全身 看到你全身不自在 一个人的修行 得恨与否 是人家看到你起欢喜信 还看到你浑身不自在 我看你都不用跟你说 我看你那一类 我就快乐不起来 有没有这种 有很多 你所散发出来的那种磁场 我们现在的肉眼都磁场 基本上就佛法叫做圆 你跟众生结的圆是什么圆 你散发出来的那种气氛 你要怎么去转变就是你的心态 你说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 会不会影响到我们 会啊 比如说一个人生气讲话很大声 我们在旁边有那种 那种紧张气氛 会不会自然影响到我们 会啊 你看到你开心 我们会不会受到抗扬 会啊 你会说是开心 你说这个夜会不会影响到我们 会啊 所以说我们突然一个人 我一进来的时候 都要点凑凑的 我们整个的气氛会受影响 虽然我们都默不跟上 可是我们心里 这个人不要再生气神了 没有人想跟他讲话 没有人想去理他 那你今天会 之所以会这样是来自 谁给你了 自己的心态 当时这二十一而比丘呢 他算是一位蛮精 而且很懂得去寝视佛法的 一位行者 那举这个例子 也是让我们知道 我们自己在佛法的修行里面啊 碰到什么样的境界 应该取什么样的态度 所以我们觉得说 我在生气你知道 可是你为什么不来关心我 你觉得你生气得很恰当 你为什么不来关心我 你为什么不想说 我有烦恼我有问题 我为什么没办法去请问人家 代表你的慢心多重 听懂意思吗 就是一种慢啊 我就是要让你很生气的来关心我 你这么生气 你火这么大谁敢靠近啊 你听懂意思吗 你应该是很柔的 一个给大家伤得出来是那种圆 是人家想要去怎么样 想要去呵护你 就像一个小孩子 你看小孩子在哭 跟大人在哭的感觉不一样 小孩子在哭 可是我没想去关心 哎呦啊 打到腰还是流珠要打蜜 我没想去想 他散发出来是一种天真 他不会伤害你 可是有些人一哭起来 那种感觉就是 你如果老板要你惹这个老板 同样在哭 可是境界不同 你要生气 你要生气 让人家觉得说 你所谓的生气 还是带有慈悲的 还带有那种悲心的 那我们在精进用空的时候 那奔得太紧 有些人很精进 精进到让人家觉得 什么 不可疑是 我就是最精进 你们都是很媳妇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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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肉就不太高 我很精进 我都看你们都不用空 有些人有这些类型 那有些人很懒惰 那有些人是什么 你们很用空 有些很懒惰 懒惰到说 他自说自己很自在 事情就这么极端 有些人是很懒 有些人有些人是很懒 你们很重要 就有一些工作 有些人就很精进 很用功 有些人就懒懒的 你怎么说 主宰就好啊 他把懒惰当成自在 这后就提到 就如同弹琴 太紧了 容易 太松了 没声音 你用那懒懒的时候叫做自在吗 不可能 那是一种邪 好我们来看 二十一有比丘 他是怎么样的来问佛 他说呢 他自己就撕毁欲退 就是想说 我这么认真了 还是要没有办法达到修行的效果 所以想怎么样 想要退到 基本上就是想完属的感觉 我这么认真也没办法达到效果 我干脆退了 结果佛就问了 佛一开始没有告诉他 没有先去了解你到底是什么 我们说就先问他 你过去呢 在家里面是做什么呢 做何行业啊 二十一有比 他家有些说才可以谈情嘛 因为佛知道所以故意 当然就用这个方法去问他嘛 这是佛的智慧 佛当然知道他 还没出家的时候是从事什么样的行业 佛当然知道 他当然就借这个音乐来反问他 你在家的时候你做何行业 他就说他喜欢弹琴 喜欢弹琴 佛就接着说他 那琴这个旋环如何 不明 这个琴太松了 弹出了是怎么样 不明都没有声音啦 所以我就是想说你问这个给我们 有些人一问他就不回答 你也知道答案 有些人就不回答 但是有时为什么佛在问我们话的时候 你要回答 像有些师长 或者善师师在问我们 就要顺着他的理念来去怎么样 去把我们的烦恼打开 你一问三不打 那你就是把自己的烦恼给拱固了 不让智慧淘尽害 听懂为什么 譬如说人家问你 请问这个琴 线太松了怎么样 就是那种态度 太紧了怎么样 你说这样的态度 你说你能成就吗 不会 所以他在问答之间 有一个很重要的连接点是什么 攻击 佛问佛也知道答案 你也知道答案 可为什么要让你答 你答回答出来的 那就是一个怎么样 你真的在对字反应 请问这个琴 琴玄太松了怎么样 太紧了怎么样 太紧了怎么样 不知道啦 有没有这种啦 我常常碰过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过 我这代表在地区也没搞 所以才会碰到 他这也是在讨厌的我 可是你不回答 那我就不说了 他想说 如果没有你问我 我没答应 好 我只是举个例子 所以 有时候一些 有些一些善知事 有一些长者 都帮我们打开我们的法脑的时候 您是 当您在问法 在求法的时候 是真的要闹 是很诚心的 而不是在对焊的 我那些人说都没解脱了 我不要生气了 你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 一人跟万人战当中 你根本 你 你 你叫做恶人没打 你还没有跟敌人对抗的时候 你就先退了 哎呀 知道了 我比较不爱他 类似 哪有类似 基本上他们都还不知道敌人在哪里 他就先退了 好 那为什么在经典里面 师妹有提到这个 为什么 我在这里要跟各位来谈谈 这样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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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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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属于有态度 尤其怎么样 对师长 对你的亲们 越是认识的你 更应该懂得怎么样 真实 就是这样 像爸爸 妈妈 他在教他的儿子 每天所念的那种大概都一样 有时候我们听到要怀 哎呀我都要怀了 都要怀了 不代表你就可以办得到 就这个办法 好 那我们来看 学人太怀了 如果你都不明 没有生 那学太景了又怎么样呢 你就回答说 生觉语 现隆一段 太景了 很快就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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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急缓得中路 那么这个信什么 这个 松紧 恰恰好怎么样呢 他说 诸音 不一样 这是什么 代表什么 什么声音都好听 什么声音都好听 声音都好听 太景 也不要太松 那你又去调 那调就好听 好 那佛就说了 沙门学到必然 出教修学 学佛法也是一样 太松太景都定 可是松紧是怎么定的呢 往往我们跟人的松紧是自己定的 我很认真嘛 你认真是跟着烦恼在认真 还是在参与游行认真 也就是说 他这谈了 学到必然 也是一样 太景 太松 你怎么去哪里 你怎么去哪里 我想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课题 蛮重要的课题 太紧了 笑话不来 像我们在佛学院再开课 佛学院的课 礼拜一到礼拜六 每天都会有课 好不好 一开始我们就先这样尝试 结果怎么样 每天都会有课 每日早上下午都有课 感觉很充实 可是吸收的来嘛 就好比你早上不吃 晚上不吃 中餐吃了一大堆 好不好 好像 三个个就只能这样 那怎么样才是 那分开呢 那到底要怎么弄才是最好 要顺着这个 很多的是要顺其因缘 什么叫做顺其因缘 第一个我们在团体当中 第一个你所信用尊重 我信用尊重是团体的规矩 大家都可以配合的 你为什么不能配合 事先调整自己也调整别人 比如说我们唱一首 要举个例子唱一首 有些人的key太高 有些人的key太低 对吧 你那个太高了 我没办法唱 你那个太低 我没办法唱 到底你要怎么办 要适中 什么叫适中 是我们这一群 现在开始在这边一起用功 一起在诵经者的声音 所共鸣出来的声音 是比较高 是比较厉害 是比较所谓的 比较一般的 是顺其大众给的 那我们要把人自己太 声音太高的 那你就不要太大声 你就轻轻地唱 你没有 我就怕别人没听到我声音 就特别的大声 一直很脑中 可是很精进啊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可是很大声 让大家注意到他 可是很用功 很精进 其实嘛 是不得体 不恰当 为什么 你没有办法示众 不是太敌人 反正有人念就好啊 没办法 自己不出声音 反正有人念就好啊 又太松 这又错了 所以你在整个的团体当中 大家在共鸣 不是你能出现 就代表用功吗 你出现了 大家在共鸣 我也出现了 我也在共鸣 你在共鸣当下的那个意念 是什么的意念 是配合 是怎么样 融入于生团 融入于团体当中 这才叫做学无我 有时候我没人学习太对了 你安排什么 我就配合啊 所以那个配合 有出现就这个配合 可是 你虽然形式都做了 可是反而完全没有断 问题在哪里 太对了 所以他这里提到 沙门学道一览 太急了 往往不见得是对了 太急了 往往不见得是对了 太急了 绝对会断 好 再两段 所以沙门学道一览 心若调事 你这个心啊 调得刚刚好 道可得以啊 你修道了这么 很容易就可以玩 得到应有的成绩 这句话很短的几个字 可是 你说出修行者应该要的态度 修道欲来 你的心调试的刚刚好 什么叫调试的刚刚 有时候这个刚刚好 是顺着你的意思 有时候很多事情的安排 刚好不顺我们的意思 可是那不顺我们的意思 有时候可能是师长 有时候可能是擅自 是刚刚要戒指引人 打掉我们的烦恼 你要反抗还是要接受 可是你在接受的时候 你一开始会觉得很不智能 你就接对我 你免得我就不爱这个 你要起烦恼还是要起欢喜 所以有人在帮助我解决烦恼 听懂那种态度吧 譬如说 我就不喜欢当威努 可是偏偏他就要安排我当威努 那你的抗议是什么呀 有几种可能性 其中有一种我不配合 反正我就站着不唱 不出声 或者这个大气 小大小的你狗 然后我认了一种 反正我就不出席 我也不参加 我看你怎么样 可是你反应出来是怎么样 你就没知道我不想当威努 他变他朋友当威努 就因此而起欢喜 可是有时候 假如没有他这样特别的对我们的安排 我们会把这件当威努的事情 唱诵这件事你把它学好 那怎么叫心态调识得以最好 既然安排了我就把它学起来 怎么学全心全力的 我已经尽心尽力了 您的态度的诚恳 就取决于您的成功 我不是一开始就反弹了 我不想要你就不要被我安排 难道来到寺院也好 我们到生活里面 人家安排什么功课 还要先打棍一下 你要出家园 难道人家还要 给你帮他 不是 这就是用心态调识 对得到所有的 你这个修正成就的 比较容易 但我记得我们 刚到寺院里面要做早课都不会啊 我会怎么办 加强训练 怎么加强训练 四点起初起来 四点半早课 大概六点下来还要做个早餐 六点半 这个五点五 六点半用早餐 大概六点到六点半还有一个小空空档时间 就全部集合起来 在什么 就在送一次那个原装 每天这样 那么初波呢 我们七点大概用完早餐用完大概七点 七点到七点半呢 初波大概五分钟十分钟我们初波很快嘛 这个这个这个以前在学院人多嘛 初波的时间不会很长 大概到七点四十还有一些小空空档时间 再集合起来 再送一次那么严重 那么严重大概十五分钟左右 对不对 然后下午 然后下午 这个初波 还有空档时间 就在训练一次 晚课 这个晚课前还有一个小空档时间 只要有足够的十五分钟 他绝对给帮你耍 就把你结合起来 就再送一次 一天大概送个五次 就这样足足的给你送个一个学期 你不守也得守啊 可是那时候我们会起烦恼 我的时间都被占用了 是谁给你占用 那时候没有人给我们的要求 我们就不过 找客人就不过 虽然这个是从生团里面的 出家人的一个一个生物 我们站在居室有时候去到生团是这样的 也是要去调 所以这个心态的调试 很难受 所以所谓的调试 就是学无我 先把我的观念拿掉 就是心态调试得意 而不是先考虑到什么 我认为 我觉得 我感觉怎么样 绝对不是这样的 就在跳开一个 对生团的 团体生物当中一个认知 一定要先跳开自我的感觉 好 再来我们来看 他说来 他说这个 沙门学道一来 若调是道可得意 于道若报 报己生疲 这个 所谓报的就是什么 很疾 你很难就疲惫了 要超过两个就没得了 像有些人拜佛 一拜佛就很快 不只是要数 我只要拜一百零八 可是很快 有些人就贪在那里了 而有些人一样在拜一百零八 他很柔的拜 拜得很像 你看他拜完佛的时候 是抹面纯 还是拜佛之后 整个里臭寸 我被疼死 输到安排拜佛 我被疼死 还是安排拜佛之后 那感觉是在佛 还是充满 这是你那个态度 有些人拜佛 我们真的是 师父就安排了 一百零八 拜 那百姓 跟人家伴过来 拜完之后 师父我拜好了啦 有没有这种 有很多话 应对当中 大概就知道 他这一门课大概修几分 就是超性成绩 我拜好了一百零八八 奇怪我也拜一百零八 他也拜一百零八 我的打七十五分 他的怎么打九十分 因为你那个七十分是 拜得很快 而且血色连很重 所以七十五分 超性成绩 虽然他拜得慢 可是他感觉是上发出一种 慈悲柔和 很感恩 很感恩 就像我们肚子饿饿 去米家吃一碗米 老板要多少钱 我还算钱 老板要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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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体力 是以总说 这种修行的功誓内容 不是我有做就代表 应该成绩是一样的 不是 取决你的心态 对刚刚谈到了 接下来要谈的是 对质我们心的时候 那个心态怎么拿捏 例如说我们 几下安居 在家中也是啊 有时候让他一些功课 有些人很喜欢结下 有些人很不喜欢结下 为什么 就来去功课的多寡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经济 为什么结下恩怯叫做经济乐 那我们如何的去经济乐 欢喜纳收 那居士我们碰到了团体的一个修行功课的时候 我们怎么拿起经济心来 这个要再稍微去试问一下 所有的经济是来自于怎么样 在佛法的一个用法上 首先是要抱持着一个难招难律 渴求的心 很渴求 很渴求说 今生经是得以有佛法的 接下来他谈的就是这个观念 这是不论在家出现 都应该要有的同样的观念 我们先把这一段信看完再来 抱着怎样 生很容易疲惫 其生若疲 一己怎样生 阿伯在这一段功课 而且容易起烦恼 那异若生恼 假如这个人的意念容易起烦恼 行几怎样退 你败得再快 你败得再多 就是起烦恼 没有功德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态度 他说 你齐行几退 罪必加以 罪业 由此而生 请无名 请进度 请愤怒之心 皆为罪业 可是有时 为什么 同样在修行 同样在用功 他就有功德 我就罪过 奇怪 同样做早课 同样做晚课 他就有功德 就被嘉奖 我就是过失 因为你从做早课到结束 你脸就摆个扑克脸 容贴怎么护持 这是很自然的 这很自然 你在整个的团队当中 你每天都是摆那个扑克脸 感觉好像很精进 其实是没有上到一种调柔型 可是你那个整个人 人毛泡泡的 然后海浪这么多环境 感觉就是没原则 也不行 什么叫做适当 得挺 就是得恩 他绝对不是一天 很短暂的时间 可以变捏到出来 他是长久以来 你的修行的 一个得恨的剑 它是很自然而来雕塑出来的 它是能日积月的 掌揚圣态而来的 还让你假假过来 假故都会 这马上就把那个官庭 他要跟他去的本子来了 所以师尊在这里谈道 这个修道 如修道的太极了 身体疲惫了 这当时是在对谁而说 对二世一而比修而说 因为他那时候整个很精进 可是他把自己搞到很累 而起烦恼了 不好 所以你要很清楚 你在用功的时候 你让所有的法喜充满 是一种很欢喜 很快乐 又不是 对 为用功而用功 因为我觉得 比如说人家说拜十万佛 就得以超生 每天就 做过来拜 就只是意念着十万佛拜好了 我就可以解脱 结果十万佛拜到了 身体也疲惫了 烦恼一样也不解 为什么 因为在乎的是那个十万 礼拜十万佛 就好比人家说送顿元座也有功德啊 你送顿元座也有功德啊 你送顿元座也有功德啊 你说顿元座跟星经这个内容差那么多 那何以功德之一啊 所以一个用功德啊 他不会装模作样的 他是很自然的 上到出一个修行者阴流的那种 修行的器材 该用功的时间 他会很自然的上位最多用功德 他该放松 他放松是什么 你看他 他总是放松的时候 那种放松是所谓的 平常的 让我们平常看到他的时候 你也看到他 那个在放松的当中也不失正念 那才是紧紧的 又不是正念 所以修道的这个心态就取决很重要 因为有些人就 就像我们在吃饭 有人吃一碗的饭 有人吃饭的饭 有人吃三碗的饭 有人吃饭 要吃一碗就开始紧紧紧了 没有啊 因人而异啊 你修道也是 你自己感觉到你修道的话太紧了 还是太松了 可是我现在发现到 我觉得他不会修道都太松了 像二十一的这种太紧了 大概不多了 我觉得现在都是修道太松 松到 松到不行了 真的是这样 有时候 照理讲光归是要每天都有 可是有时候 他就觉得太紧了 就是跟我们的夜感的关系 很多事情还是来最有趟的夜 我们这个环境 我们这个团队 大家都很精进 我们就不敢谢他了 可是你在一个很懈怠的环境当中 你烧热风 你会觉得说 我就这么烫了 反正得了 结果跟你讲比较 譬如说 我们学活了五年十年了 我们都觉得烦恼离我越远了 应该离我很远了 结果想说 我试看回头看看我烦恼在哪 结果你一转头就被碰到了 原来你的烦恼一点都没有少 你们就说能不能听到那种意思吗 比如说我照理讲 我现在开始用过五年以后的烦恼 应该离我很远了 结果想要回头检验一下 我的烦恼还在不见 结果一回头就碰到了 因为你烦恼从 烦恼你从来没有把它甩开过 其实你是紧紧紧抓的不怕 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怎么样的去把它拿捏得当 心态的拿捏得当 就我的经验给了我们的一个参考 你首先就是什么 你跟你的三知识 你跟你学习的师父怎么样 去请示 师父我应该怎么样 就让他替你安排 然后安排的时候 你就自己会在你真的 照他所安排的功课 你真的去做 你才知道说原来 你可以接受到什么程度 就像道安法师 举个例子 当时他的师父 他出家之后 他师父就给他一部金 一天就把他背起来 好可怜 这个至少一个月 结果这个年轻小孩子 怎么那么快 一天就背起来 就再给他一个功课 再给他功课 他会不会说 因为我的职比较 我自己安排功课 没有 纵然他的职再好 也会请示师父给他的功课 那师父就说 好原来他的程度是可以 再多一点功课 他的程度不行 稍微剪一下 功课绝对不是 一开始有说初学者 功课绝对不是有自己练 是由我们的师长 我们的师父 我们的部落说 我们的皈依师父 我们的剃度师父 来帮我们安排 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 你的皈依师父 你也不然我 我皈依师父 你相信你的我是我的 假如一开始 你就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一出来的时候 那你绝对是背道而止 你重来 用尽一生的生命去用功 也没办法成就 为什么 就差不了 因为你是带着烦恼 再走 你再怎么用功 斑马还是斩马 法门的程度 你需要什么法门 是你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就像孩子 你就算我们读小学 共同科目是不是都要一样 你会说我读小学 我就要当医生说 我要读的都是医科的 没有都是共同科目 国小国中高中 该到国中至少都是共同科目 然后到高中才开始让你去选择 让你去适应一下 你适合普通科的 还是职业的 然后在大学里面 大学又通知教育 慢慢的说 我应该是属于 你比较喜欢所谓的物理的 你在从朝向物理的 在从硕士研究所 这样到国士 把你的专场培养出来 不是一开始我就 你一开始就知道 我一修行就是要修地藏法门的 要修观音法门的吗 所谓的观音法门地藏法门 到处都是会贵到解剖道 但是这一开始 就是有次定 Sant术 我要修修了一话 这样有些人 有些年有人是 苏书要先于ervice 你应该是他基本的 就自指定 僕会修什么法 比如说 这个道长就是仅讀法门 你就以仅讀法门 你自而来 你的善自是会引导你怎么样 你适应的法门一步一步有什么就来 所以叫做教理行政 任何的法门都必须先透过教理行政 没有了教理就没有所有的行政 有些人都挑害教理 我自己来 绝对 绝对 没有八百姓 极少数 极少数那种比较特殊的那种所谓的 给这个数式英勇而来的 都是要透过教理行政 没有了教理行政的深入 文师修的一个赤地而来 不容易 所以有人一开始就说 人家说修行的一门深入 当然一门深入 可是一门深入 一开始就谈一门深入 就好比一开始 八岁九岁就说 我要做一生 拿一颗的事来让我活就好 也是这样的 这就是一个所谓法的赤地 所谓法 我所说法 绝对有它的一个 先让我们安稳 你在佛法上先得到一个安稳心 你在安稳当中才怎么样 可以怎么样 所谓安稳就是安忍 种种的境界来说 你的忍辱心 把你的情绪给相扭 你才有下一步的成果 你连最基本的 这个所谓的安忍力都没有的话 你用下一步的成就是难吧 第一个考验就是怎么样 极重多的考验就是怎么样 现在你在整个的团体 包括你自己的忍辱当中 你是否能够安忍第一道 安住 而且怎么样 种种的人 人怎么样 很多你不习惯的 要学会习惯 像有些 在家的环境生活的比较好 他想要去寺院 受报关在这 就先 师父我要去你那里受报关在这 好不好 好啊 那可不可以住那里 好啊 我们都觉得他问的很好 而且什么 很放心 可是你们住的房屋房间是怎么样 我才会问的 哦我们那个 哇环境不错 哪大通铺呢 大通铺喔 可是我不习惯呢 我不习惯盖别人的棉被 我不习惯盖别人睡睡睡睡 跟大家共有个枕头的 我喜欢自己 他就说 保安再见 你是在住房间的吗 我就跟他回解说 你是在住房间 你应该不是 那是保安在家的 我不是真的住房间 就是很清楚 就是直接就把你的烦恼 大概你的烦恼就是这样信 你觉得我要受报关在这 而受报关在这 我要住在道场 这个道场的 这个疗房的设备是顶级的 总统级的套房 还是说 我想来说保安再见 那你们道场应该给众生方便吧 怎么样方便 要一人一个房间啊 一人一个专用的棉被啊 可能吗 不可能 还是有人就会这么要求 这也就是让你们了解一下 在佛法的一个生活里面 往往我们的烦恼 就在生活的典力当中 起现起来 起现起来 所以包括你这个初学 都要从罪基层来做起来 很有道理 好 我们来看下一道 佛佑说 如人断铁去渣扯其 我们这个看电视 也有看过人家怎么打铁 打铁 这个我们在乡下还有看过 现在还有用火烤 一个打一个打 然后会再哈喇 去招成器 至于今行 我们说练空了 这天要练空了 千锤百炼 所以呢 学道之人啊 去心够难 心道 寻己清净 这是谈到呢 我们这个修行如人人 我们没有经过千锤百炼 哪来的道业成就 所以我们都常常说 修行就因 无灾无难的 修行反而恰恰好相反 是什么 多灾多难 我们觉得我非常崇敬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虚云老和尚 他假如没有那些多灾多难的过程 我们会去欣赏他嘛 就是因为他经过了四十八难 他经过了灾难这么多医人